随着娱乐圈出现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每一个都能吸引很多网友们的眼球,而现在大家对这些综艺节目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多,尤其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中国好声音》,目前这档综艺节目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讨论。 包括前段时间的李文在内,有很多导师都和这档节目闹得不愉快,他们甚至宁愿上喜剧综艺节目也不愿再当导师了。 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与好声音决裂的导师。 1.李文 在最新一季《中国好声音》决赛结果出炉之后,有网友发现,今年接任廖昌勇担任导师的李文,删除了和好声音相关的微博,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热议,似乎表明自己已经与节目组决裂。 李文先是在节目录制现场质疑导演组的晋级规则,当场怒骂节目组,质疑有黑幕,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随后,李文发布了回应,称此次争吵是和节目组产生了误会,还表明了要和学员继续努力的决心。 原本大家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然而没想到决赛当夜又起风波。 有人爆料决赛时,李文腿伤复发,节目组本来安排一名学员和李文玩手唱歌,可以借助支撑,掩盖一下腿脚的不适。 然而在正式录制时,节目组却故意将这名学员调去离李文很远的站位,最后因为地太滑,李文不小心摔倒了。 也因此李文经纪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节目组吵得不可开交。 除此之外,就在《好声音》,决赛当晚,李文发布了一条动态,疑似是手藏投诗,每句投一个字连在一起,便能看出《好声音》烂东西六个字。 或许这不是巧合,结合整首诗的内容,大家可以细品一下,能感觉到李文似乎有很多不满,可能正表达了李文的心声。 比赛结束后,李文删除《好声音》相关微博的行为,更表明他的态度很强硬了,看来这次不会再有什么和解画面出现了。 二臣易讯 其实,《网传好声音》节目的《黑幕》已非首次,早年担任节目导师的陈易讯,曾在综艺节目中吐槽刚接触,中国好声音,时觉得很真实,节目很公平公正,是个可以给有歌唱梦想的歌手,展示自我实力的舞台,但在录制过程中曾遇过不少状况。 陈易讯透露,导演曾通过耳机指导他按下转身键,当时因为觉得台上的选手还差了点感觉,所以迟迟没有按灯,就在这时导演一直在耳机中催促,要我和内音赶紧按下。 当在被问及是否有假唱问题时,陈易讯没有明确表示,但在指出,自己也不知道现场的观众到底是不是被节目组雇佣来的。 被问到中国选秀节目出现超夸张落泪观众,每人最高一次可获得800元人民币时,陈易讯说,我这个节目的观众很少哭,应该是另一个比较多。 按指《好声音》,陈易讯本身就是歌坛的重量级歌手,他估计也不屑于在上有黑幕争议的节目了。 3.周杰伦 除了陈易讯,火遍全球的周杰伦也曾参加过《好声音》,他的加入也让当时的节目热议不断。 在第四季《好声音》,快结束时,周杰伦的学员素涵有拿冠军的希望,然而当学员演唱完之后,素涵却被淘汰了,所有人都惊呆了,就连宇成庆都是连叫了两声,一脸不可思议,而周杰伦更是一脸凝重的样子,他恐怕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学员会这么快就被出局了。 而观众们看到这种情况,也大喊无法相信,纷纷表示这档节目肯定有内幕,还劝周杰伦不要再参加这档综艺节目了,专心致志地出专辑。 就在大家非常怀疑有内幕的时候,华尚摸着素涵的手,说了一句抱歉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否证实了大家的猜想? 网友们纷纷表示心疼周杰伦,不过近些年,周杰伦一直专心做自己的音乐,与《好声音》基本无缘。 四,内应。 不但《好声音》导师的内应,最近两年可没闲着。 参加完《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又参加了第三季,再次过了一把当大姐大的引。 现在,内应又上喜剧类综艺节目了,在脱口秀大会舞中,我们看到了她的身影。 不仅如此,内应还加盟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二,当飞行会长,看来内应是彻底放弃,《好声音》了。 之前,还有网友希望廖昌勇退出《好声音》后,让内应回来接替廖昌勇的位置,因为去年内应退出的时候就是廖昌勇接替的她,两人正好扯平。 可大家也不想想,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干出这种半路掉链子的事,不是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吗? 从去年内应退出《好声音》,基本就能猜到,她跟《好声音》的缘分到头了。 果然,现在内应宁愿上喜剧类综艺节目,也不回归《好声音》当导师,不是放弃《好声音》又是什么呢? 那应作为参加过好几季节目的资深导师,已经看透了节目的路数,不抱期待。 《好声音》越到后面,剧本越多,节目渐渐失去初心,让人失望透顶。 那应作为节目的元老导师,对节目有着深厚的感情,看到节目逐渐偏离正轨,她能不失望吗? 她中途退出,就是因为无法接受节目的某些剧本,所以索性不干了。 5.廖昌勇 廖昌勇原本是这季《好声音》的导师之一,她去年接任了内应,今年再次来到《好声音》当导师, 本来以为经历了去年的录制,会适应导师职位,谁知道她今年录制了一半也退出了。 据说,她是在某一期录制现场,当场提出退出的,而不是在后台和节目组商讨,看来也是没留后路。 廖昌勇的退出理由是因学校事情多,然而她离开的原因貌似并不只是因为想要全力投入到学校的行政管理和教学工作中。 有人发现她之后多次参加其他演出,因此怀疑她的退出另有内情,只是找个理由罢了。 据知情网友透露,真实原因是廖昌勇不满导演组的不公平待遇。 具体来说,廖昌勇团队的学生基本都是蒙太奇的学生,就是那些没有采访片段,甚至没有完整演唱片段的学员,唱几句,录个脸,然后加入一个导师团队,所以很多观众根本叫不出廖昌勇团队学员的名字。 于是廖昌勇决定赞别好声音。 6.汪峰 另一位与好声音有矛盾的是汪峰。 2015年,和媒体闹矛盾的汪峰,她认为投票的媒体对她有成见,因为影响了给自己站队的学员打分,当场发怒对了投票嘉宾,这一举动让节目组工作人员压力也很大。 2021年,汪峰终于再次来到好声音,但也有传言她和导演有矛盾,后期几乎没有什么镜头。 汪峰退出好声音的舞台,其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厌倦了对好声音冠军的追求,毕竟汪峰参加节目后已经拿到过好声音的冠军。 不过,对这件事情,网友却有不同看法,部分人认为汪峰退出是意料之中,后来陈奕迅的加盟使得汪峰在节目中的定位有些尴尬,汪峰离开节目对各方都是有利的。 不论是与节目组的矛盾,还是因为个人原因,汪峰今后也大概不会再参与好声音了,这些年她也在不断出新歌,做专辑,也期待汪峰老师未来带来更多好作品。 7.刘欢 最后来说说刘欢,作为几位导师中资历最深的歌手,她在好声音节目也有很多不满。 前几年,刘欢和谷建芬等一行人在北京小科剧场举办了一曲保护原创,尊重版权的新闻发布会,并公布了三件侵权案件,代表音乐词曲著作全人提起诉讼并发声明。 这三件侵权案中有两件来自中国好声音,除了这两件案子之外,好声音侵权的案例还有第一季李戴默的《我的歌声》里,以及第四季张磊翻唱的《南山南》。 按理说,再怎么样也要好聚好散的,但刘欢为什么选择起诉钱冬家呢? 其实,早在录制好声音第一季时,刘欢就已经产生厌倦,最终心生不满愤而退出,并于今日与钱冬家对簿公堂。 刘欢的不满是不断积累起来的,先是因为节目作秀成分太多。 电视上,网络播放平台上看到的都是好声音剪辑秀,而真实版的却被和谐了。 刘欢对此很不满,商业性太强导致人性都被委屈了。 接着就是大家常说的黑幕,就第一季总决赛来说,四名学员中无疑是刘欢组的极客俊逸实力相对领先,但最终结果却是内英组的梁博意外夺冠,而极客俊逸只得了第三名。 总之,或许是因为节目组为了成绩不择手段,制造黑幕冠军,又或许是刘欢不想再继续当背景了。 随着节目一年比一年糊,乱七八糟的事情又一年比一年多,导师一年比一年难请。 好不容易请来的导师,却又跟节目组闹矛盾,节目组也该认真反思一下为什么节目一年比一年差劲了。 这里是闲鱼记,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说出自己的看法,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